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楊婷婷 首先在此多謝上星期打電話來的觀眾 以及在網上留言的網友 我們知道一直以來中央和各地政府 都是帶來支持澳門發展中醫育產業 越來越多的中藥產品從這裡 揚帆軟巷到歐洲、非洲甚至到一帝一路的延善國家 澳門要如何發揮中袍平台的作用 讓中醫育這麼好的走上世界 同時如何讓千年人關注以及參與其中 本屋大眾以深媒體的方式 參與推廣澳門歷史文化又有什麼心意 電視機前的你有沒有興趣來參與或報名呢 所以今天我們和大家一起探討一下 寸博精彩澳門 繼續重新出發這個話題 介紹一下我們今天請到的嘉賓 我們很高興邀請到澳門片仔王郭若特董事總經理 林文靈小姐 林小姐你好 我們邀請到 玉國澳大灣區千年文化藝術協會首席執行會長 黃巨靈小姐 黃小姐你好 你好 我們還邀請到澳門深存會發展初衆會副會長李毓林先生 李生你好 各位觀眾晚上好 主持人好 我們歡迎市民朋友 繼續打我們的二線電話 2878-9192 2878-9192 或者通過螢光網上的網址 加入我們的網上交流 現在我們就開始今天的正題 先從我身邊的林小姐談談 林小姐我們都知道 澳門一直都是發展中醫慘熱 你們熱界對於未來一個藏遠的發展有沒有信心 你覺得澳門應該怎樣利用好這個中璞平台 讓本澳的中醫育更好走向世界呢 有信心 因為首先國家對澳門這個中醫育的行業 就有很大的期望 也都給了很優秀的政策 首先澳門有全中國 全世界最先進的中醫育研究室 中醫育科技研究室 以及中醫育的實驗室 藉著澳門這個培系國家特殊的位置 還有橫琴中醫育科技產業員的這個大平台 澳門的中醫育產業員 將會走向科技化的發展 所以我們業界是很有信心的 特別經過這次的疫情 中醫育起的作用就令到全世界都很關注的 一些中醫育的經典病風 也都已經得到全世界的肯定 再加上澳門的中醫育法 即將退出 在這方面的法律會更加健全 更加有利的中醫育 這樣健康去發展 中醫育也有做力 普及到一帶一路的完善國家 所以業界對這個我們是很有信心的 明白 其實澳門發展這個中醫育的慘意 都是做一個深興的慘意 你覺得怎樣澳門的年輕人 了解關注以及願意投身其中呢 這是要加強中醫育文化傳承的宣傳和教育 那要怎樣去宣傳教育和給他們體驗呢 要多利用這個深媒體的喜聞樂見的方法去推廣 其實現在中醫育科技的發展 中醫育經過提取的精華 它那個已經由以前一碗糊糊的黑色的湯肉 到現在很多是用科粒和膠狼 譬如說我們片仔王 現在已經有膠狼 在澳門也都推出少少的一段時間以來 已經是得到很多年輕人的認可喜愛和樂意去上市 所以我覺得如果是要用年輕人多些了解中醫育 就是要用教育開始入手 就多些給他們去感受參與 或者是多些在學校 甚至在學校都可以定期這樣舉辦這個中醫育的講座 透過這個 透過好像今次這個深媒體的一個大賽的活動 既可以宣揚這個社會的靜能量 亦都可以給年輕人更加深入了解我們祖國 這個中醫育文化的博底精神 我知道今次你們主辦這個深出發 由澳門的這個活動 其實大家都很關注 今天都是首日啟動 大家都想知道我們應該怎樣去參與報名 或者一些實質的問題 參與報名就先關注我們《連花衛視》的公眾號 或者是關注澳門《片仔王國若彤》的公眾號 就可以參加報名的了 明白 我也想跟黃小姐聊一下 還有李先生 你們都是作為一個深媒體的專業人士 你覺得今次舉辦這個深出發深記錄的這個深媒體的方式 你記錄澳門用澳門人自己眼中的城市故事來展現 就是大家都是各個人都是記錄者 又是宣傳者 你覺得搞這樣的一個文化推廣的活動的意義在哪裡呢 這次的意義是非常重大的 因為《深出發》這個活動是發動到全民參與 也都很多人將很多歷史城區的另外一面展現出來 這次也促進了澳門的內需 也都是令到很多澳門市民平時不會去的地方 在這次應該是把澳門都走偷了 作為一個旅遊城市 這個居民對自己的文化和景點是一個很重要的 所以未來應該人人都可以做推廣大使 可以做旅遊大使 可以迎接到接下來的我們自由行的一個旅客來澳門 我覺得意義非常重大 也都應該有很多不同的角度去收集了澳門另外一面 李先生也想聽一下你的意見 你覺得用這個《深出發》 大家用這個《深媒體》的方式來記錄 會不會起到一個推廣我們澳門歷史文化的一個宣傳作用呢 其實你用《深媒體》推廣澳門這個作用 其實一定會體現到的 但是從我角度來講 其實過往正如阿皇會長所講 很多朋友澳門 我們澳門居民 可能透過《深出發》那裏 是重新認識了我們澳門那裏 透過這段時間的沉澱 是重新認識我們的文化 可能比起過往匆匆一個的時候 其實那種效果會好很多 其實透過《深媒體》那裏 我相信《深媒體》那裏 是透過自己的點點帶出來的時候 反而就是透過不同的碎片化 在我角度來講 是透過不同的碎片化 重新將各個層次的文化 不同的文化類型 重新這樣點點滴滴地 透過不同的碎片形成起來 再重現出來 其實是一個不錯的一個角度 和一個方向 那我也想再跟大家討論一下 今次這個比賽 其實《深媒體》有很多方式 都是屬於《深媒體》 我看回今次活動的流程 可以用圖片 可以用視頻 或者是用文字作品都可以的 所以是不同的方式報名 那會不會真是 涵蓋著不同的年齡層 個人的需求 喜好來參加 你覺得會不會真是 屬於一個全民參與的活動呢? 黃小姐 我覺得今次很全面 都起到一個全民參與的 因為有很多人有不同的愛好 有些人喜歡拍短片 有些人喜歡拍照 有些人喜歡寫文字 三個不同的人都可以參與其中 現在的 就算是小朋友都很厲害的 已經成為一些專家 那有些年長的 也是一個非常之厲害的 現在《深媒體》 可以令到大家記錄了很多 很多很新鮮的東西 那這次這個含蓋面是比較廣 那李先生呢 你覺得是哪些人 會喜歡用一些圖片 視頻 或者是否比較以前的前輩 喜歡寫一些文章 或者作詞 那樣呢? 我這一觀是我的認同 是的 因為其實在《深媒體》角度來講 多數都是一些青年人 青年朋友 去使用 拍照的話 反而是一些 可能是35到50歲之間的一些朋友 有些攝影愛好者 會去進行一個拍攝 那可能一些年紀大一點的朋友 那又喜歡用文字去記述的 那其實整個層面 無論各個方向 其實都涵括了 都可以帶出的效果 是一個比較全面 和普及性的一件事 那都想問回林小姐 既然今次參加這個大賽的形式 是多種多樣的 那到時大家是怎樣的評判呢? 這次因為這個比賽是多品種 比較多 所以我們設置的獎項 也都是比較多的 譬如說最感人故事片獎 最佳攝影獎 最佳的組織獎 因為我們是可以團體來一起參與的 最佳創意獎 所以這個獎項是比較多的 即是這個方式是大家投票呢? 還是怎樣? 就是有評審會評出呢? 會在網上的投票 即是現在這個活動 是今天開始就正式啟動 那這個節目的流程會怎樣呢? 這個流程我們要分四個階段去進行 今天就隆重啟動 今天是9月28號 增值的時間就由今天開始到11月1號 這個評選 我們是有一個網上最佳人氣獎的一個評選 是由11月7號到11月28號 那個現場直播的大型的頒獎典禮 會在11月28號 即是11月28號就是我們最後的決賽了 是嗎? 那我想再問一下黃小姐和李生 那你覺得呢 就是這次大家都是 很多人都參加了這個深出發 一定都是拍了很多自己的相片 或者一些片 就是自己很多不同的心得 那究竟他們想參與這個活動的話 要怎樣去選擇 用哪種方式 你們可不可以給一些建議呢? 其實參與這些活動呢 最重要就是要原創 還有要注重私隱 也都要符合那個題材 那個主題和貼題 那現在很多新的技術呢 可以做到很千變萬化的 都希望大家發揮自己的創意 將澳門可以展現得更加漂亮 那李生那邊有些什麼提示呢? 我覺得深出發由澳門 重點應該是擺一個心字 其實無論是不同階層的人參與的話 其實要展示澳門 真是要由他的心 去將那種感覺帶出來 然後傳遞到社會裡 因為其實無論是你用新媒體也好 圖片也好 或者是文字也好 其實每個角度可能都不同的 但是要視乎大家的作者的心 究竟是從哪個角度去帶出來 明白 林小石 我也想問一下 你們這次做主辦方 來搞新媒體的活動 你們是怎樣的初衷 還有對於這個活動有什麼預期呢? 初衷是由這個疫情以來 我們就看到很多社會的正能量 還有在身邊就感受到很多感人的故事 比如說我們片仔王國有同在疫情當中 我們都有捐贈 義賣 義診 包括利用澳門比較方便的郵寄方式 向二十幾個國家和地區的朋友 郵寄這個防疫的物資 我們的同事是三個月沒有休息 因為為了每一天打包、填表、排隊去郵寄 所以要增加很多人手 單單身邊都已經令我非常感動 我相信應該有更加多感人的故事 特別是澳門政府旅遊局 推出這個《心出發》由澳門和《禽澳遊》這個活動 我相信很多朋友在這個活動 參與這個很熱烈 參與這個活動當中 有很多美好的圖片、美好的故事 還有疫情當中很感人的故事 所以我們覺得在這個前提之下 有製作和《莲花衛視》的合作 所以想著由這個理念出發去舉行《心出發》新紀錄 新紀錄這個新媒體的傳播大賽 透過這個比較起民六見、比較新型的比賽方式 希望多些年輕人可以參與 可以感受到這麼感人的正能量的活動 也透過這個活動 就為澳門的文化建設 出一份力量 好 或者現在我們先來聽聽家庭觀眾有什麼意見 現在我們線上有余生 余生你好 主持好 領導好 你好余生 請說 未來也有黃金洲 國際業界 或者旅遊業 大家都很期待 這個黃金洲有一個好的開季 本來我們澳門有很多旅遊資源 但是經過這次疫情之後 或者我們也要發展 我們怎樣把很多信息帶出去 其實很需要民間、業界 但是東特區執務政府也都向北京搞一些活動 宣傳活動的效果相對是很好的 如果今次聯合衛自己都搞這些類型的活動 其實我覺得是變相也都在宣傳 就是將澳門有很多人 自己的形式也都是生命的 是透過網絡 我覺得自己個人覺得 完了之後 自己都可以對外宣傳 可以透過走音 都可以分享出去 讓內地很多朋友 甚至乎海外的朋友 都可以了解到澳門 也都希望 也都希望不單止 因為聯合衛星本身 它是一個作為衛星電池 它的覆蓋面也都比較廣 大家很清楚 其他業界 我也希望政府也都多加配合民間 就是想多一些計劃 宣傳推動澳門的博取旅遊業 除了恢復之外 希望也都 不是單純因為疫情 而是未來也都會有這麼多發展 也都希望很多民間朋友 大家都搞多一些這種活動 辛苦了他們 多多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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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都聽到家庭觀眾 余先生是非常支持 類型的新活動 新媒體 支持我們澳門的本土文化 都想聽聽幾位的意見 先聽聽林小姐回應一下 澳門本土的這種活動 我覺得非常需要 特別在疫情當中 我們都感受到這個國家 對澳門的大力支持 也都感受到澳門人民的這種團結 所以我覺得多做這種活動 既可以推動澳門的旅遊業 也都可以奮起澳門人的這種正能量 我覺得非常之好 非常有必要 黃小姐 我都想聽一下你的意見 之前余先生都要提及到 我們現在政府 都是帶來推廣這個旅遊 旅遊國現在要去到北京 連了幾天都要推廣這些活動 都是希望多些吸引一些雷地遊客過來 我們通過這個活動 向他們宣傳 你覺得是否有起到一個很好的積極 身邊的人傳播一個作用 是 非常認同的 因為透過市民去推動 這個宣傳會更加大的 還有每個人 如果我們這段時間 其實澳門市民都非常之團結 還有大家都在同一條心 在做很多不同的工作 所以澳門現在還可以比較理想 希望未來 應接到 以這個精神 去應接到澳門的另一番的經濟 好 或者現在我們再來聽聽 家庭觀眾的電話線 我們再給李先生回應一下 現在我們先聽聽家庭觀眾 現在線上要招生 招生你好 你好 剛剛好聽到 看到你們的宣傳活動 其實都挺有趣的 我自己覺得 因為你是一個記錄自己生活的 但是我看到 其實我們這個合作的 你們跟你們合作的那個公司 是不是 其實是一個中藥的公司 其實對於我自己覺得 記錄生活是OK的 但是可能是 自己本的 就是我們自己 特別是我們年輕一代 對中醫藥方面 其實不是那麼熟悉的 說真的 因為特別澳門這個地方 其實推廣這個文化方面 其實不算特別濃厚 特別深厚 其實我覺得做這個活動 其實是非常有意義的 但是 因為我看到 是要上傳一些相片 視頻 各方面 其實是記錄一些 生活上的一些小節 或者各方面 但是 我自己覺得 怎樣可以從中 融合自己一些 可能是生活 或者中醫常識的方面 其實我覺得會更加好 我就有一點點建議 另外其實 講回現在的情況 因為我自己有些朋友 其實我自己 你說對中醫的認不認識 其實真的 一點都不認識 但是用中藥 因為我可能 家裡方面比較喜歡 不是那麼主張 用一開始 可能是發燒 感冒 那些就馬上吃西藥 或者去看西醫 通常都是從中藥 可能是 一些中藥的成份 的成藥 從這方面去做 就是這邊去治理 這樣慢慢 如果真的非常之嚴重 才會從西醫的角度去出發 其實我覺得 我自己也挺喜歡中藥 就是中藥方面 中醫方面 因為 過本培緣 有句話 其實我自己覺得 其實這方面 其實是對的 因為 身體很多事情 不是說可能感冒 可能用西藥壓了它 可以的 但是是不是說 自己的根底要打得更好呢 所以我自己也挺批准的 所以這次的活動 其實我都希望 主辦單位能夠 可能完善一些 或者可能是更加多 一些不同的方向 可能是 怎樣除了 深出發 就是做一些 可能是生活上的事情 之外 會多元一些 加一些可能是 中醫的元素 或者中藥的元素 怎樣可以更加 貼合我們合作單位的情況呢 我們可能在這方面 跟主辦單位去想想 或者兩個單位 一起去構思一下 怎樣可以讓家庭觀眾 可以更加去投入 這方面 其實我都是覺得 值得去支持的 嗯 好 多謝蕭先生的意見 其實蕭先生 都說得非常對 就是他覺得 既然你用新媒體的方式 你全部這個新聞化 既然又是片仔黃 又是這個活動的贊助單位 可不可以多一些一些 和中藥相關的一些 科學的科教的小知識 宣傳品 其實一邊推廣 大家可以一邊學習 對大家都是有益的 那這邊有沒有想過一些 在這一方面做一些宣傳工作呢 有 在這一方面 我們是非常之樂意 也都有這個責任去 去在澳門推廣這個 中醫藥的文化 那未來我們會透過廣租 透過和社團團體的 那個閉房交流 透過熱線的諮詢 用澳門市民 特別是年輕的一代 多些認識我們中藥文化的 極大精深 那李醫生呢 都聽到兩個觀眾的一些意見 都給你回應一下 其實我自己聽到兩個觀眾的意見 其實都是有些值得參考的 其實就是說 對於這個角度 因為其實在活動來說 其實在傳播角度來說 第一次是我們視之為一次傳播 但是如果怎樣去做好效果呢 透過二次傳播 然後轉發出去呢 例如說今次的活動 其實對我們是一次 我們視之為一次 那麼在我們活動過程之中 我們鼓勵一些 即是透過我們參與者 他們的視頻 他們的一些短片 甚至一些相片 透過他們的手 進行一個二次傳播 甚至是透過二次傳播 再變色出去呢 這樣其實我想是 主辦方可能都可以參考的一個模式 令到我們的文化和宣傳 可以更好地透過我們的平台 或者網絡媒體這樣轉發出去 沒錯 好 非常多謝李先生的評論 那時間的關係 我們這一節就暫時討論到這裡 現在我們先去看看天氣的情況 回來我們繼續澳門開講 好了 歡迎回來澳門開講的現場 今天我們就和大家一起來探討一下 全部精彩澳門 繼續重新出發這個話題 前面我們都看到這個活動的宣傳片 不知道大家對這個活動有沒有興趣 現在就可以開始參加報名 或者到時參與投票都可以的 都想從我身邊的林小姐再談一下 今次的活動是你們主辦 其實《片仔王》在澳門都是很多年的歷史 好不可以和大家都是介紹一下呢 是 《片仔王》其實是去年 才正式落地澳門開實體店的 是五百年的國報 是國家級的非物質文化未診 是中華老字號 我們在去年把《片仔王》引入澳門 其實是一份使命感和一份情懷 我就是江州人 覺得家鄉這個五百年的國報 就是在晚南人當中 甚至乎在老一輩老化僑當中 他們對他很有情感 有一句說話叫做 媽祖保平安 片仔王保健康 所以他對於晚南人 或者是老一輩的華僑 那條理來說是情感是很深的 那關於他的神奇故事呢 就非常之多 那他是 原以明朝一個江廷 嘉靖 嘉靖年間 這個嘉靖皇帝呢 他就喜歡連先登的一個皇帝 那有一個江廷易衣呢 他就不滿朝政 就拿了這個秘方 就一落藍圖 來到中州這個地方 就懸吐制世在這個寺廟裏面 那有一年是中州這個瘟疫 那他就拿出這個藥方 就給一些治療這個瘟疫了 附近 那他就沒有說這個是什麼名 那這個片仔王 這個王字在晚南話當中 就是熱毒總統發炎的意思 那當他這個和尚拿了一片仔 給這個當地的人民這樣用 他就去消臟子痛 所以這個片仔王這三個治療 由此而來的 那我們去年落地澳門的時候 其實又覺得有點失落 因為澳門有很多人連名字都說錯 那有些講仔片片仔講 那我在這邊就再講一次是片仔王 王是熱毒總統的意思 那也非常之開心 一年來呢 就澳門人又不知道他是什麼 念名都講錯到去信任他 去使用他去享用他 去感受到他的神奇 那我們是非常之感動的 一年之內已經有五百多個VIP 二千多個粉絲 已經非常之 就是說明我們那個傳統的中藥文化 在澳門是非常之必要的去宣揚去宣傳的 所以一年來我們在澳門推廣這個片仔王 我們覺得是用這種情懷 還有用這個文化傳播這種使命感 去令到澳門人認識他 澳門人其實是非常之需要的 因為澳門人這個危惡 有時候喝酒 吃煙 那個叫做工作壓力低 所以比較需要他的 多謝林小姐和我們大家分享 以及介紹這個片仔王的一個歷史 現在我們都是繼續來聽聽 家庭觀眾的電話 現在我們善助廟宋先生 宋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 剛才我剛剛聽林小姐的介紹 其實他說有些朋友可能連名字都不知道 其實我想也未必的 這個其實我們片仔王這個都認得了很久 都聽過很久 特別應該是對肝的那些特別好的 那其實我聽到說 今次用一個新媒體這個 其實我覺得特別我們現在澳門說 在那個中醫藥那個 要采入多元化 那中醫藥裡面其實都佔了 未來一個發展的方向 那其實我想如果在新媒體上面 其實可以將這個中醫藥 特別是一些可能這些中成藥 可以更加推廣得多一些 因為其實現在我們看到 特別在我們現在說中成藥 其實那個藥用那個效用其實是很高的 不過是很多時候 其實特別在我們現在港澳也好 特別在外國裡面 其實我們看到一些以前說一些 很多漢方的藥 其實都在日本其實都發揚光大的 但是問題反而我們現在 好像我們在中國內地 或者港澳也好 在這些中成藥上面 在世界的宣傳上面 可能就不太足夠 因為可能其實現在 給一些西方的西藥 他們一種標準化 就好像令到我們 好像我們中醫藥的標準 沒有達到的要求 但是其實我在想 我們是不是應該有一種 特別我們澳門 中醫藥 這個現在是未來一個很重要的產業 其實我們會不會做一些標準出來 我們再加上一些新媒體上面的宣傳 令到其實將我們的中醫藥 發揚光大 令到外國的西方的朋友也好 其他國家的人也好 他們都知道我們中醫藥的功效在哪裡 因為其實我聽過以前 也聽過有些朋友 吃過健仔王 對於他來說 我身體的狀況是很好 那怎樣可以令到更多人 特別是一些西方國家 好像我們在說新冠肺炎裡面 其實我們中醫藥在這方面 其實有很大的功效 那在防疫或者將來一些 可能一些其他的疾病裡面 會不會令到更加可以多外國的朋友也好 國家他們知道我們中醫藥的 那個遠遠流長 因為我們中醫藥其實有幾千年的歷史 那究竟怎樣可以令到全世界的人 都可以認識到中醫藥 令到中醫藥可以更加受惠於全世界的人類 那其實我這一方面 可以透過新媒體做多一些宣傳 特別是在外語上面 因為我們現在講的新媒體 如果我們只是局限在我們中 普通話也好 廣東話也好 那其實會不會考慮一下 用一些其他英文 或者其他的外國語言 去宣揚多一些 因為我們看到其實日本 將這個標準化之後 其實他們有一些漢方 其實都做得到很好的 那這一方面我們可以 用新媒體方面幫助到 令到我們澳門 澳門也好 中國也好 其中醫藥更加反光彈 好 多謝崇先生的電話 和你的建議 其實崇先生的建議都非常之好 就是如何將我們中國自己本土的千年的中醫獄文化 宣傳到世界各地 可能用不同的語言 不同的方式 就是加大這個宣傳 那在這一方面 林小姐 你們有沒有一些美麗的計劃呢 有 這個正是我們 現在這次新要推出的 叫做《片仔王安崗牙皇縣》 剛剛好要快進入澳門的時候 我們就有提出 這個說明書要加英文 是真的有這件事 聽聽黃小姐之前崇先生講到一些 你覺得自己有沒有補充 或者你都贊不贊成崇先生的意見呢 非常認同的 因為我們中國的歷史和中醫藥 其實對於我們中國人來說 是非常之大的幫助 但是就缺乏一些新的手法去宣傳 那這次都見到《片仔王》 大家看起來是一個傳統行業 但是他們都已經走到很新 也都借助這次的一個比賽 讓更多人去認識 那這些是非常好的平台 可以去宣傳 讓大家可以借助不同的主題去了解 更深入去了解我們中醫藥的一些歷史和作用 那都想聽一下李先生的意見 那之前宋先生其實都有建議 就是這次有這個中醫藥 來贊助搞這個新媒體的比賽 雖然我們可以從新出發這條線路去作手 或者我們怎樣都可以用一些新的手段 和傳統的中醫藥相結核來宣傳一些中醫藥的功效呢 其實社會上對於中醫 所以可能還是存在一定的不認識和不了解 正如兩位嘉賓都說過 其實我們現在的中醫藥文化 在我們澳門這個環圈子裡面 其實年輕一輩對它的認受性究竟有多高 是怎樣的 其實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怎樣令到這些年輕人 認識到中醫藥的真正功效去到哪裡 對他們的身體作用會產生什麼好的效果 是要多些跟他們宣傳這件事 另外就是一個標準化的問題 其實西方是推崇一個科學的標準化 而中國遠遠一個中醫來講 其實在我們的體系裡面 是沒有一個很科學化的數據 跟他們一個對接 其實這個缺口正正就是給外國 和我們本地一些年輕人也好 對於中醫藥產生的一種誤會 或者一種不認識的一個根源所在 所以未來可以怎樣透過片制王這個活動 怎樣透過我們的新媒體的傳播 將一些我們本身中醫藥的一些 被認為不科學的東西 怎樣去透過一些新媒體的手法 令大家更加認識到 原來它是一個科學的東西 是一個好系統的一個醫學的東西 這樣傳播出去的話 可能從根源上會解決到大家對一個 中藥的傳播和認識的問題 好 或者我們現在繼續來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現在我們線上有張生 張生你好 Hello 主持 你好 你好 張生 你好 好 我就想講一講 今次聽到你說的一個片仔黃 片仔黃和那個中醫的那個 同心媒體的那個結合我覺得非常豪華 因為中醫在我們澳門這幾年都在說 要發展這個多元的要特色的經濟方面 我覺得中醫在澳門是很好的基礎 那個片仔黃呢 我覺得這個呢 我很喜歡那個時候就用過了 其實在我媽媽她那個年代開始 我們是一種傳統的一種對小朋友 家人是一種治療的一種很好的 即是交上上輩的那種中獄 我覺得這一點好像我們 我們講回以前 我們中國在講什麼 即是土豐子那些東西 其實現在越來越得到那個方學的證明 我覺得真的要把它傳播出去 我覺得是我們中國的精華來的 所以有時候你說那些過趣是什麼呢 我覺得就是一些心中的一些小事來的 他說你好像現在我們中國人 很講西醫的一種什麼標準化 什麼什麼化的一種治療方法 但是我覺得人在這個世界上來講 有些是可以做到標準化去醫療的 但是我們呢 一些什麼標準不來的呢 就是我們一些經驗 一些很多年的一種積慮那些東西 是標準來不了的 我覺得一個好的 所以這些要傳承下去 我覺得都很難的 但是今次那個新媒體那個比賽呢 我覺得是用那個最新的一種手法 傳播我們那個傳統的那種觀念 我覺得是OK的 除了在宣傳了我們中醫文化 又提出了我們澳門的一個歷史的一種特色的地區 我們說澳門街澳門街澳門本身是很小的 你怎樣將這條街發展到全世界都知道呢 所以要藉著我們一些新媒體的傳播的方法 我覺得澳門這個新媒體反而好像很落後的 所以很多好東西都傳播不出去 就是那些人來到澳門就說賭場 什麼 對澳門的了解真的非常之有限 然後我們澳門除了那些中醫 還有很多傳統的傳承來的東西 我覺得很想給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你看看日本這麼發達 就是日本的傳統的傳承 真的做得很好 去到日本呢 左手邊就是很現代化 高科技的 右手邊就是很 很有那個feel 非常之有傳承的傳統 它其實是不矛盾的 這些東西我們不要因為 復展了經濟 我們今時今日的賭場 心也好 你看這個疫情 一個人家記得澳門是什麼 人家記得澳門很慘啊 賭場開不了工啊 是不是 如果你一早 就是大力去推我們澳門的 和中國的一些傳統文化呢 就是打造我們澳門是一個 傳統全城的一個基地 就是你一講最純正的 純正的那個 中華傳統在哪裡看的 就是澳門看的了 我覺得這個真的需要我們 政府和我們市民 有一些長遠的眼光 你不要看到西方好一點 今天我和他 可以賺到很多錢 就是維繫了我們以前的一些精華 反而現在好像全世界 一個危機的環境之下呢 你就沒有自己的核心的一些東西 可以令到我們自己 在這種疫情之下 有一個發展或者有一個好的一個 一個燭燭電 其他的我覺得 剛才兩位嘉賓都說得很好 我們現在真的 只有講字就容易了 但是就起來呢 就非常之難的 我覺得我們做多些 講少些不同 所以我們 除了講之外 所以有人真的拿錢 出來推廣我們烏門的傳統文化 是的 就這麼多了 非常多謝張先生的意見 其實張先生說得非常詳細 有舉例 跟我們講了很多 就是我們中國傳統的文化 有遺傳 跟著都有創新再去發展 我都想最後再聽聽三位 都聽到觀眾的意見 再發表一下自己的意見 先從林小姐開始 即是怎樣 片仔王要傳承這個傳統文化 跟著又創新呢 是 剛才聽到幾位嘉賓講的 我就總結了第二天 是有三點 傳統文化既要傳承 又要創新 譬如說我們片仔王現在有 九龍 九龍它就容易標準化 兩化就像剛才那個嘉賓講的 那個不容易標準化 九龍它就非常的標準 標準兩化 還有一個就是中西醫的問題 事實上中西醫是可以結合的 是可以很好的 不是說西醫跟中醫會怎樣去 有些說中西醫他想做什麼 事實上是中西醫結合 尿效會更加好 第三個就是講這個 他有阿嬤的年代 已經是吃片仔王 正因為這一點就是 因為阿嬤的年代 片仔王就非常的貴 譬如說我媽媽的年代 一顆片仔王是一個人缸 所以在當年沒有到生命的最後關頭 就不捨得去吃 因為實在太貴了 所以到今時今日 有些人還會誤解 片仔王很慘 肉苦或者什麼事實上不是 因為當年太貴了 現在我們國家也都給了很多好的政策 給片仔王 譬如說由陝西、四川都有天然的養殖基地 原材料是非常之 給片仔王製造的原材料 是非常優秀的政策給他的 所以現在的片仔王已經是走下神壇 而且我們很幸福 我們的平民百姓已經可以享用到以前皇帝 以前是一個月人才能買到的一顆片仔王 現在根本不需要 所以事實上現在我們是很幸福的 製造國家這個政策 我們是非常之好的 聽一下王小姐的意見 對於將中國文化的傳統 如何重新傳承 文化是一個模型資產 以及是一個寶藏 對於一個民族或者一個國家 都是一個非常珍貴的東西 不應該流失的 在現在新的新媒體 新的科技底下 更加要將我們的文化發揚光大 這個才可以傳承下去 因為下一代 都是應該要保留我們中國傳統文化 李先生呢? 給點意見 其實我覺得中藥文化的話 最根本都要根植我們的心那裏 因為其實如果根植不到我們的心那裏的話 其實是很難再去做到一些傳承 即使我們有更好的媒體平台 或者是再看甚至一些工具 將它傳承出去 但是當你的心根植不到的時候 其實再好的工具 其實都是沒有用的 所以其實就是說 在當下我們在這個環境之下 我們可以透過片仔王活動 或者其他的活動 去將我們的中藥文化 去再去普及 讓大家再去重新認識 我們這個中醫體系 或者我們這麼多好的一些藥方配方 其實我是值得覺得是從心根植再出去 我覺得最好的時間 我們都留給這次這個比賽 再多些呼籲 聽一下林小姐 在這裏呼籲一下 這個我們報名參與的方式 會告訴觀眾朋友 應該要怎樣報名 怎樣參與 這個時間是怎樣安排的 好 這個是新出發新紀錄 這個新媒體的活動 記住關注這個綱綱號 就是我們蓮花卫士的綱綱號 或者是澳門片仔王國藥堂的綱綱號 然後點擊參加比賽這個 多方面的都可以參與的 11月28日 有一個隆藏直播的頒獎電禮 即是我們大家還有差不多兩個月的時間 可以準備的 即是可以大家 現在或者之前有片的 或者現在想要參加的 都可以再精心策劃 再去拍一拍一些 只要是美好的 是正能量的 都可以參與歡迎 用各種方式 即是其實這個題材都沒有限制 即是正能量 宣傳我們這個人間大愛就可以了 最後就是聽聽黃小姐和李先生對於觀眾朋友的一些建議 都是必須是原創 亦都是要注意像素 提交作品的時候 最重要就是把澳門美好的一面向世界展示 李先生你那邊的青年朋友一定都很多 我也想問問你自己都是搞這個新媒體 你會不會參與今次的活動呢 我會呼籲我們一些媒體朋友一起去參與這個活動 因為其實在我身邊知道的 其實他們都有不乏一些 會記錄生活點滴的朋友是不少的 所以我也會在我的朋友當中 我會大力去推介他們參與今次的活動 希望都是從心出發 由心而起 另外就是希望他們在參加的朋友 多一點透過二次創作 或者所有的二次創作就是二次宣傳傳播 將這個活動 和將澳門好的正能量的東西 再透過二次傳遞出去 其實我知道因為疫情的關係 很多大學生或者一些年輕的朋友 都是自己買了很多的器材 自己喜歡搞直播或者拍一些片 其實我覺得這個活動是一個非常好的平台 或者一次機會給他們來參與 是嗎? 我們最後還有一些時間在這裡 都跟大家再呼籲一下好不好 今次希望各位觀眾 和身邊熱愛澳門的朋友 多一點參與和支持 今次由我們片仔王舉辦的這次活動 將我們澳門和人間的愛傳遞出去 最好一點時間留給林小姐 最好你再呼籲一下 今次真的我們各個總公司 是大力支持的 如果參賽只要你是提交作品 就有獎 可以親臨我們片仔王國藥堂 先領一份獎品 只要是提交作品 就可以了 看來今次我們這個範圍都非常之廣泛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就關注我們蓮包衛視的公眾好 希望大家都快點上傳你的片段